音樂快樂 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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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友 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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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去 男友 我們開記者會 男友 你幹嘛 男友 你也有去捷運 對阿 你坐捷運 你在那邊 所以現在講到哪裡了 那天是不是去夜店還是去看電影 那天我們不是去夜店我們是去電影院看電影 對那其實朋友之前看電影我覺得很正常啊 對對對 但他說我是蒼蠅 對他也這樣子講所以 其實就是很正常跟朋友看電影 那朋友是你們怎麼 怎麼認識的嗎 不是連影 沒有沒有他沒有來過我們節目 對對對就是也是通過朋友介紹 因為大家都是就年紀都比較相近 對啊就用他就是講話都是大家比較 他比較大的畫質男生話那種 反正就是正常的朋友啊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 因為他們之後也就是比較像威廉跟小潔之後呢 公司安排就是在忙演唱會 也沒有讓他們就是出去看電影 對我們都在見 而且你們還真倒楣 就很久沒看然後就中 對啊 你看我跟你去看電影都不會被拍 所以這是朋友啦 因為我們是年輕的我們就做一下就是 就是還是會交朋友 然後還是正常的生活 並不會有太大的落差 只是我們比較忙 所以我們就是可能比較不會跟一般人這樣出去玩 對而且現在我們要準備我們的演唱會 所以基本上都是花時間在演唱會的 演唱會的表演上面 然後之後在演唱會玩呢 我們還有亞洲巡迴演唱會 或許之後大家還會有更多的戲劇的演出啊 所以大家都很忙 對 然後才可以談戀愛啦 談戀愛的話這樣女生就是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緊 因為而且到了四婚年齡 這個年齡他只要大破三十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而且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看不是吧 我目前工作為重好不好 我們再拼個十年 還記得那一天我們在路上 深深的肯彈 我們的那個復仇計畫 我們要在這裡拼十年 嗨 大家好我是曉筠 其實當偶像一點都不辛苦 因為我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而且我也不把自己當偶像 我把自己當一個歌手 還有一個dancer dancer 拜託你說你跳這麼少 所以 不要有壓力好不好 大家一起來當偶像 我覺得當偶像 大哥他直接跳過我耶 肥彎你不是偶像啊 你是諧星 你太諧星吧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我覺得當偶像啦 像我覺得就是出門都要戴個帽子 我覺得真的蠻辛苦的 我明明有時候就是很想要自然的 然後就是蓬鬆的感覺就出去 那有時候我要去學校的時候 又要噴一點香水 然後穿一點帥帥的 對 那我就覺得 我平常很想要穿拖鞋就去上學 對 所以我覺得這要特別 花我一點時間來裝扮自己 我覺得是比較辛苦一點點 你說你是偶像 順過去就好 哈囉 我是王子 我覺得當偶像其實最辛苦的是 其實我 原本私底下的個性是 應該不辛苦 因為你一直都是偶像 是嗎 我其實蠻喜歡去逛街看電影的 可是呢就是因為我們要 常常工作 而且畢竟是公眾人物 公司有一些規範 有一些場所不能去 所以呢 以至於我的衣服都越買越少 然後電影呢越看越少 都被拍 對啊然後 譬如說到 那個 譬如說到香港來 我想要去逛街也 有時候沒辦法逛街 就是算 當偶像蠻辛苦的地方 我答案都被你們講過 那就以上皆是好了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覺得 我覺得當偶像其實 其實不是偶像是藝人吧 藝人都會失去一些 自由或是犧牲啊 我覺得是正常的 只是我覺得當偶像還蠻酷的啊 因為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就是 像我們這樣子 就是 那麼好的朋友 然後聚在一起 然後一起奮鬥好幾年 可能我們老後再回來看 你就覺得那不是辛苦 是甜美的